好没错就在刚刚10点47分左右 北极的淡水新一线是有民众发现说 列车才刚开到新一安和站 却突然是听到广播说呢 前方的设备一场要暂时停车大约5分钟的时间 所以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很多旅客呢 其实都是在这个列车上面等待的 而且都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而且他们在过没多久又听到这个捷运通知 说列车要折返回前一站也就是大安 不过其实很多人呢 目前也是有些正在这个上班的通勤路上 就怕会迟到 而且又不知道说捷运出了什么状况 而北极刚刚也最新回应了 说原来是在这个大安站的带行轨 因为一座转车器无法到位 所以101站到新一安和呢 刚刚一度采取单线双向运转 所以列车都有延误的状况 班距也拉长得等大约16分钟左右 而目前上山站到大安站呢 同步是启动公车来接驳 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 而北极也在接近11点的时候 又有最新的消息说目前异常的状况 都已经排除了 但是在这个大安站之后的 这个延误状况呢 还是得做调整 稍后如果有最新讯息 都将持续为您掌握 主播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